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收到点子上了 顾文敏巴掌是被人救了 但救他的不一定是好人呢 地坑底下的光芒 肯定是有人打开手电筒之类的 也就是说下面肯定还有人 豆腐打算出声招呼一声 我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先不要出声 下面是什么人还没弄清楚呢 而且枪法那么转 肯定不是好相遇的 咱们不宜打草惊蛇 再等等 看看状况再说 豆腐是个急性子 被我一拦 是得眼巴巴地看着下面 那黄色的光芒隐隐绰绰 并且在我们的注视下 也越来越暗淡 似乎下方还有什么通道 而下面的人 正在离地坑的中央越来越远 我和豆腐一边注视光芸的动静 一边侧耳倾听下方的动静 或许由于下方人脚步很轻 又大概由于地坑太高 我们两人什么动静都听不到 而那光芸也越来越暗淡 眼见连人蛇尸体都看不清了 我正打算告诉豆腐立刻行动 下方黄灯猛的一灭 地坑煞时间又陷入一片黑暗中 豆腐说 怎么回事啊 他们的手电筒没电了 还有没有电池啊 咱们暂住两个 好继续看哪 我没想到会这么突然呢 不由的说 暂住 难不成你给扔两块电池下去 然后找下面叫 嘿 电池是我们暂住的 赶紧换上 我们要继续偷窥吗 你妈怀你的时候 肚子没被门夹吧 豆腐怒了 说 不许你说我妈 好好好 你妈肚子没被夹 赶紧地上绳子 咱们下去 豆腐被我把话题一带 并忘了他妈被门夹的事情了 三下两下就翻出绳子 打了一个绳扣装 还是往地坑下面滑 十五米的绳子 刚好收到底 我和豆腐 落脚点 刚好在人蛇的身上 此刻打开手电筒一看 凑近了 就看得更加分明了 只见这人蛇 长得十分可怖 下半身是蛇 中间是人身 脖子约有三米长 上面才是脑袋 浑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青色蛇鳞 尾巴有几道血印子 应该是之前 我和豆腐所伤的 而它真正的致命伤 是脑袋上的侧边 为人一枪打中太阳穴 红红白白的脑浆 都隐约可见 看起来怪恶心的 我以前做鱼贩子 是经常替人杀鱼 抽肠子八度开脑 恶心惯了 倒还没事 豆腐就受不了了 捂着鼻子捂着嘴 眼睛不看地上 竟是到处乱敲 这小子胆小 不成气 认识这么多年 我也习惯了 没打理他 转而蹲在那人头的边上 摸出匕首 顺着被打爆的太阳穴 往里面戳 搅得一阵红红白白的脑浆 往外躺着 豆腐乍一剑 惊得倒出一口凉气 托嗦了说 不是 我说你小子是变态 你他妈他还不服气 你这是干什么呀 打算将里面东西掏出来 当豆腐脑吃吗 我顺口说 咱撒点胡姜粉怎么样 豆腐哭丧着脸 一副恶心至极的模样 压低声音吼道 变态 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他话音刚落 我找到自己要的东西了 匕首一挑 一颗子弹挑了出来 带着脑浆的子弹 很是小巧 银色 头部比较圆 对于枪械 我的研究不算深 但什么子弹配什么枪 还是能看出来的 这种子弹 只能使用在手枪上 几乎瞬间 我就想起那个胖子秃头 他们俩有手枪 难道救顾文敏的是他们 他们来这里 究竟有什么目的 东府估计没看明白 见我盯着一颗子弹桥 不由其了 别看了 再看黄花菜都凉了 孤大美女长那么漂亮 万一遇上和你一样的变态 或者禽手流氓 怎么办呢 俗话说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知道敌人是谁 胜算也就多了一些 我扔了子弹 是以豆腐跟我走 这个地坑的下方 应该就是人蛇的老巢了 但绝不是人蛇 自己弄出来的 很明显是人工打磨的 而且 在岩石缝里 要修成这样 一两个人肯定是不行 当初这个地方 应该是某一支队伍 修建出来的 在山里开这样一条通道 又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是意外发现 才来到此处 那个秃头胖子和小美女 总不至于也是意外吧 地坑的左侧 还有一条四方形的通道 打磨得不太平整 刚才之所以 手电框的光芒会越来越弱 很明显是当时打着手电的人 顺着通道再往前走 所以才会带走光芒 我朝地面看了一眼 发现这里已经不再是岩石结构 而是硬土层 每隔几米 墙壁上会有一个凹槽 呈现出被烟熏烤的迹象 看起来应该是用来放置 火把照明的地方 由于是土质结构 因此地面上留下一些痕迹 浮土中留下一连串脚步的印记 然而 让我和豆腐感到意外的是 从脚印上来看 有始至终 只有一个人 脚印比较小 一看就是属于女人的 豆腐有些吃惊啊 就说 怎么回事啊 难道咱们猜错了 根本没有其他人 开枪的是顾大美女 可是 她哪来的枪啊 豆腐此刻所问的问题 我又何尝不疑惑呢 看来之前的推测都是错的 秃头胖子根本就没来这里 那枪声 那准确命中太阳穴的一枪 都是顾文敏制造出来的 豆腐还是觉得不可置信 为顾文敏开脱 说 她一个搞摄影艺术 柔柔弱弱的姑娘 怎么会有手枪呢 我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问豆腐 你觉得 什么人会有手枪啊 豆腐歪着头想了想 惊到 难不成顾大美女是个条子 我估计自己这时候的脸色 也有些不好看 豆腐心有余悸 又说 如果顾大美女真是条子 那咱们这一路上就太险了 还好啊 我们没有暴露过身份 否则 那真是狼入阳口了 我被她打了一下叉 不由问她 什么 狼入阳口 什么意思呀 豆腐撇了撇嘴 灰太郎 落入喜洋洋的手里呗 对于改造豆腐的智商 我已经绝望了 所以挥了挥手 说 咱们争取不做挥她了 走吧 豆腐说 还往前走啊 既然她真是条子 咱们就趁这个机会分手吧 我知道你对她有意思 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色色头上一把刀 咱们总不能为了美色 丢得自由吧 我不想坐牢啊 她可怜巴巴地看了我一眼 银行打退堂鼓了 可之前怒发冲冠 要为顾文敏报仇时的气概 是判若两人的 所以说人不能受刺激 一受刺激就会冲动 以后再有这种打头阵 当先锋的事情 我得多刺激刺激这小子 心中这么想着 我对豆腐分析说 她是不是条子 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咱们不能走回头路啊 一来那人蛇死了 围在庙外的群蛇 无所顾及 咱们走回头路 岂不是送死吗 想必那龙神庙 现在肯定是被群蛇站满了 二来呢 若她真是条子 岂是细想一想 就知道咱们俩很可疑 毕竟没有哪个正常人 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她肯定已经怀疑上我们了 所以这时候分手 反而可以 豆腐皱眉说 这么说来 咱们必须先会合 探清她身份的虚实 消除她对我们的顾虑 没错 我鼓励了豆腐一下 带着她继续往前面走 就在此时 通到尽头处 居然传来两人的对话声 一听声音 我就蒙了 心说 这叫什么事 这两人怎么又冒出来了 这声音不是别人 就是那秃头胖子 和那小美女 难不成我和豆腐刚才 瞎猜测一番 都误会顾文敏了 可地上那单独的脚印 又是怎么回事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